第一个我一直不太厌利花太多的心思 去讨论民进党的这个派那个派 这个戏那个戏 因为在我看起来 只不过是玩八替乌龟换玩八而已 基本上它的总体路线是不会变的 不会说因为玩八上来了 就改成玩八路线 乌龟上来就是乌龟路线 不管玩八与乌龟都是台独路线 第二个 基本上民党是一个 从草根性一路这样子 沙沙打党上来的政党 所以他们沙江起来 斗争起来 非常的惨烈 你不要觉得奇怪 那是他 基本上是他内部的政治文化 这个政治文化里面是实力原则 谁有实力谁花言 新潮流所拥有的实力 至今为止 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他们的目标没有改变 就是赖清德 要继续在 2024要游手表现 这个目标他是不会变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里面 他是用什么样的策略 怎么样子隐忍自己目前的实力 保障自己的实力 或是将来会做什么一个缓扑 等等 请各位还要拭目以待 因为这是一个有组织 有纪律 有信念的一个派系 他不像其他人 是大家凑来凑去的 什么海派 什么派 看得出来 我看谢长廷的势力 就不少在这里面了 是大家东凑西凑 东凑西凑 凑人数是有 但是是不是精实的战力 问号 党权还是在主席的身上 蔡英文还是有花言钱 而且有绝对的花言钱 你看民进党 不管什么选主委 选什么 什么中职位 什么吵了大半天 最后谁收了算 主席收了算 哪一次因为主席收了不算的 这就是实力原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个是蔡英文 另外一个叫苏贞昌 这个行政单位 所有的潜力 还是在他身上的时候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里 民党要怎么斗 我没乐趣 这个什么海的 要把自己膨胀到有多大 我也没乐趣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看的 还是苏贞昌 拥有的行政资源 蔡英文拥有的 绝对的潜力实力资源 还有一个 有组织有信念的 这一个有灵机力的 这一个最大的派系 而且以2024为目标的新潮流 这三个可能更值得我们去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